Hello,大家早上好,我是大胖兔 今天呢,我们要给即将出国的大叔大妈们 不会英文的大叔大妈们几句 极简英文黄金用句,一学就会 所以您出来以后呢,就再也不用打手语了 OK,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出国购物,我们碰到一件东西 往往就要问多少钱,就是这个 请问这个多少钱 How much,我下面写着汉语了 就是多少的意思 Is this,这个多少钱 这个please呢,就是一个敬语 所以也不难记,就是铺了一路的例子嘛 Please,你说完了 How much is this,都要加个please 让人感觉我们中国人多有礼貌 所以不管干嘛都加上个please 人家就觉得中国人好有礼貌 How much is this please 你也可以变成声调 不声不声也无所谓,只要加了please 就很好了 我们中国人说中文语气很重要 在国外呢,这个please 铺了一滴的例子,比啥都重要 就证明呢,是请问 请怎么,请怎么样 请开门呀,这样的 就加please 所以How much is this please 这个多少钱,OK 再下一个呢,是很多人在逛街的时候 只要您看到这个s-a-l-e 叫sale,就打折的意思 on sale,就是在打折进行中 不要它是在on sale,打折进行中 就是比以前卖的呢,会便宜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您就可以进去看一下 当然我还做了一期video 就是介绍英国超市 每一个店,这个on sale 同样一个商品,价格不一样 如果您有空可以不同的店去比较一下 on sale,再打折 再一个就是 你问了别人多少钱之后 别人咕咕咕咕说一大些英文数字 您听不过来,不要紧 绝招,就是让它把它写下来 你就跟店员说 说下面这句了,请写下来 write it down please write it,就是把它写down下来 又是please了,请写下来,很简单 write it down please 给它笔,您最好自己就准备着笔和纸 那么他就知道你英文不太好 你笑一笑,就像英文不太好 笑一下,你七大姑八大一 他们也会觉得我们特别有礼貌 他就给你写下这个价格来 你再拿着计算器换一下税汇率啊什么 你看看合不合适 所以这个方法是最好用的 所以呢,写下来是绝招 不如烂笔头嘛 再一个,如果是吸烟的同志呢 您记不住这个烟的名字不要紧 您抽完了这一盒烟之后 你拿剪刀,把你这个烟的名字英文剪下来 下次去店里,你就把这张纸给店员说 这个please,this one please 他就知道了,他一看就是这个 比你说什么都管用 只要please,给他这张纸一加上铺了一滴的例子 那么他就知道,他就会卖给你 ok 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去买衣服的时候呢 得穿一穿合不合适 就用到这个了 我能试穿一下吗 这个may I 这个我写了一个句号的这个may I may I就是能不能 try it on 我用粉色圈圈的地方就是试穿 try it on 就是试穿一下 最后又再铺一滴的例子 就may I try it on please 他就说yes 你甭管他yes就是试 或者是他如果看着他在那乱动啊 说了一大堆呢 就是这个屋子呢 别人站着了 把你带了 你等一会儿就试了 如果是这个房间有人出来了 该轮到我们进去试了 他一摆手 他肯定就说please 该您了什么 听you will you please 就让你进 那么你就啊thank you 这谁都会说thank you 就谢谢你 就很简单就可以进去试了 试好衣服之后呢 如果您确定要买这个 就是我要买这个 I'll take it 我要买这个 就是我要 I'll 我将要 take it 就是拿走它 就是我要买它了 I'll take it 我要买这个 或者不买这个呢 就是第二个 第二项 我不买这个 我要把它留在那 I'll leave it I'll 我将要 leave it leave 这个礼物呢 leave就是留它在那儿了 留它在店里 I'll leave it 我要把它 我不要这个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两个也很好用 再下一项 是我经历的最重要的一项 因为有的时候呢 你的卡会 就是没有刷成功情况下 也许是它机器有问题 再一个呢 有可能是这种国际性的卡呢 不清楚有什么问题 没有和银行说好呀 各种问题 如果您听到这两个字 sorry your card has been declined 只要您听到这个 declined 圈粉红圈的这个 或者是它 还有另一种说法 也非常流行 就是sorry your card didn't go through 就是对不起 您的卡也没有通过 就花紫色线的这个 只要听到这两个 那你可以再试一次 或者你就比获一下 再试一次 或者是呢 再拿出另外一张卡 来接着刷 另外一张卡就是 又是this one please 就又this 就是第一项 我列的第一个图片 this one please 它就知道 你要试这个卡 所以呢 只要听到declined 还有这个 didn't go through 你不用 哎呀我有签 我这里面 你不用说它 听不懂 你也不用打收语 你要么就再试一次 要么就再 拿另外一张卡 ok 那么我们就来试一下 再试一次 请让我再试一次 ok 就是下面这个了 try again 再试一次 try again 又是please try again please 再试一次 要么就是拿着原的 你让旧卡 或者是再换一张新卡 就是try again please 所以这几招呢 就是在英美 还有澳洲 任何说英文 加拿大 任何说英文国家 您出国购物时 必备黄金句 很简单 你就把它拿张笔写下来 在飞机上呢 背一背 就这么几个词 实在不行呢 你就看看旁边 一般都会有说 说中文的 会给你翻译的 没有的话呢 你就不行 就拿出那张 就拿出这张纸来 你就把它写下来 你就对着 你的汉语是这个 英文是这个意思 你就别人念一下 没有人会笑话 你不用害怕 我们不怕别人笑话 怕的就是 收音乐 跟你讲了话 没有反应 别人说hello 说goodbye 都没有反应 你拿纸念 念的再不标准 念的再不好 没有人会笑话我们 我们只要说了please 我们来念 人家就知道 我们不会外语 或者是怎么 不会笑话我们的 也不用担心 只要我们加了please 就可以 实在不行 就拿出来嘛 最后一招绝技 就实在不行 也忘了怎么念 也不好意思念 你就给他看英文 你就把 你写的这个英文 给他看 他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 再一个 对我忘说了 在英国 如果你买烟的话呢 它是用一个 黑色的柜子 锁起来的 英国的法律 几年前呢 就规定任何一个 卖烟的 不是酒啊 酒随便买都在露天 买烟的情况下呢 它是在柜子里面 所以呢 你是看不到的 而且英国烟的包装呢 都换 统一换成了黑色 黑白包装 这是英国的法律 如果他把你领到 那个黑屋子里去呢 就是证明 买烟的地方 OK 希望大家呢 喜欢这个video 能对即将出国的 不会外语的 大叔大妈们呢 能有所帮助 实在不行 英国就 两个词最重要 Thank you 谢谢你 和please 和请 个吧 谁都会说 别人说hello 你也hello goodbye就goodbye 然后thank you OK了 万事大吉 OK 今天说到这儿了 我是大胖兔 下次再见 明天啊 明天啊 感谢观看